回往2020,AMD与NVIDIA大战之后的硝烟都还未完全散去 老黄又在自家的枪管里前装了新一批的显卡子弹 准备打响2021年的第一枪 而这颗子弹就是广大玩家们所期待的RTX3060 所以本期超级客就将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RTX3060的最新消息 前日自苏妈的RTX60系列显卡发布后 老黄的RTX30系列显卡的地位就一度受到了威胁 但由于目前市场上能够见到的RTX60系列显卡却少之又少 完全可以被称为是空气显卡 虽然尽管老黄RTX30系列显卡的性价比不如苏妈 但至少市面上还是能够见到少量的货源可供玩家购买的 所以老黄这边并未受到太多的打击 依旧按照自己的产品布局节奏向前发展着 目前来看NVIDIA在2020年一共发布了RTX3090,RTX3080,RTX3070和RTX3060T4款显卡 其中RTX3090和RTX3080都是定位于顶级期节 而RTX3070和RTX3060Ti则是定位于中高端 所以接下来老黄要推出的产品 其余就是补足3090和3080之间的空缺 就比如RTX3080Ti或者是RTX3070Ti这类产品 其二就是向下跨度的甜品级显卡了 例如RTX3060和RTX3050这两个型号 RTX3050将会是继RTX3060Ti之后又一款确认要发布的产品 具体它将基于全新的GE107核心打造 拥有2304个CUDA核心 将配备4GB或者是6GB的GDDR6显存 位宽为128bit 整卡功耗约为90万 然而不幸的是原本RTX3050将会在下个月中旬发布 但根据供应链消息透露 目前RTX3050已经推迟发布了 取而代之的将会是RTX3060这张显卡 现在能够计划的是RTX3060将会首次使用 相比于GE104更小的GE106400核心打造 同样会采用三星8nm工艺 预计将拥有3840个CUDA核心 120个张量内核 30个RT核心 至于显存方面目前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RTX3060将配备6GB的GDDR6显存 显存位宽为192bit 基准频率为1.4GHz 第二种情况是RTX3060将会配备12GB的GDDR6显存 显存位宽同样是192bit 但基准频率提升到了1.6GHz 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善于发起的网友 在华硕官网的服务支持列表中 查询到了一些未上市的显卡型号 其中就有ROG STREX RTX3060和12G Gaming 可以说是坐实了RTX3060将拥有12GB显存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3060显存规格肯定会比3080还高 难门成这波是老黄的救济被刺 等等到玩家的最终胜利 最后根据此前的计划来看 RTX3060原本将于2021年1月下旬正式公布 国内售价会在2500元左右 但是由于国外疫情加重 材料紧缺等各方面因素 NVIDIA目前已经通知了各大ARC品牌商 将会推迟RTX3060的发布时间 具体会在农历春节前后正式公布 也就是2021年2月或者3月 等到那个时候 想必各位玩家的口袋里都装满了零花钱吧 所以作为1060钉子户的你们 会考虑换这张显卡吗 欢迎在评论区后大门上说出你的想法哦 若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活儿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